最近這段時間 少年末發生到朝鮮的店員 向公救受傷的案件 這個分臨到達的警察婚教 特別邀請到朝鮮來開這個坐談會 希望可以增加到店員 祖母保護的意識 最近一直有朝鮮店員 向公共的事件 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 到達婚教這次也邀請起來 朝鮮還有臉受訪者 做回來開安裝選鬥會 舉辦這個座談會 對 我們主要就是要 我教導他們員工的一個安全的防衛概念 還有我們的110的APP的視訊報案系統 以及一些防炸 防搶的一些觀念宣導 發生危險的事案 難道保持記憶 到達婚教也喜歡用辣椒水的方式 臉書若是剛才快要做好 現在也可以利用實行報案的APP 只會把健康報案 我會用拇指按壓 然後四根 四隻手指頭握住 比較不會被搶走 然後起來的時候會 一手抵擋 然後一手噴頭 就是朝向歹徒 希望透過這次的安全選鬥會 可以建立民眾民典 疾病的觀念 也可以減少社會大眾的不安 這個視訊的部分 你典顯視訊